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战沉船遭马来西亚扣留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机声TV两汉药文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二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消息 俄军5月30号早晨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的空袭 这是本月的第17次 不过绝大部分的导弹都被拦截下来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29号的夜间发表讲话 但美国的防空系统非常的有效 并且释放有关大反攻的消息 俄军在28号到30号连续三天 以导弹无人机袭击基辅 其中在29号还罕见的在白天空袭 泽伦斯基的夫人欧联纳·茨连斯卡 在推特发布视频 展示基辅的孩童 听到警报声之后涌向避难所的画面 泽伦斯卡复文鼓励国民说 恐惧是无法消除的 但是我们不会停下来 乌克兰继续战斗 泽伦斯基在深夜例行讲话当中说 29号是非常漫长的一天 俄军发动多起袭击 感谢乌军的防空系统和所有的天空捍卫者 至少挽救了数百人的性命 大多数无人机和导弹都被击落了 泽伦斯基说 当乌军手中的爱国者防空系统达到100%的拦截率时 恐怖将被击败 泽伦斯基还说 今天召开了最高统帅参谋部会议 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各指挥官报告了总体作战形式 报告非常具体 会上提到了与合作伙伴达成协议 供应新的防空系统和导弹 以及怎样可以让我们的防空更强大 泽伦斯基更是暗示说到 指挥官们的报告不仅是有关弹药的供应 不仅是有关心理的训练 不仅是我们的战术 而且还有时机 这是最重要的 我们前进的时间表 我们会这样做的 决定已经做出 泽伦斯基没有提供乌克兰大反攻的进一步的细节 目前观察人士在判断俄乌战争的下一步走势时 都注意到了俄国国内局势似乎出现了变化 除了反普京的俄国民兵在俄乌边境开辟第二战线之外 瓦格纳佣兵集团首脑普利格金越来越受到瞩目 关注俄乌战争的自媒体 山巅上的家徒 最近发文说 普利格金日前接受采访时做出了震撼的发言 承认瓦格纳损失超过2万名士兵 认为俄罗斯定下的给乌克兰去纳粹化 去军事化的目标已经失败 甚至适得其反 反而让乌克兰已经成为军事强国 普利格金还剧透这场战争的结局 认为一种结局是俄罗斯把战争拖下去 拖到西方对乌克兰失去兴趣 于是大家按照对俄国有利的条件坐上谈判桌 普利格金认为这种可能性越来越渺茫 那么另外一种结局就是乌克兰获得更多的援助 大反攻把战线推回到2014年 俄国战败1917年推翻沙皇的大革命再度爆发 普利格金说这个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大了 山巅上的家徒认为 普利格金最近一段时间言论越来越大胆 打成什么样子 普利格金可能是一直心里和明镜一样 他只是谨慎的选择了在这个节骨验上把更多的实话说出来 这显然是所谋者大 未来如果俄乌战局真的被他说中了 那他在俄罗斯国内就坐稳了战略家预言家的地位 当年一战中德国战败国家解体 在战争当中表现不错 并提前预言结局的新登堡元帅 就在战后平步青云 最终成为为马共和国的第二任总统 普利格金现在似乎也从俄罗斯的困局当中看到了自己的机会 问题是 这对普京来说恐怕是不愿意见到的未来 一直力挺普京的习近平 与中共未来该如何表现 值得关注 29号 泽伦斯基的顾问波德里亚科发推 谈到战后安排说 战后秩序重建的核心议题 应该是建立保障措施 防止未来再次发生侵略 因此要在俄国的境内 沿着俄乌边界 建立100到120公里纵深的非军事区 而且一开始可能得要一个强制性的国际部队控制这个区域 波德里亚科被称为是谈判高手 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曾多次代表乌克兰坐上谈判桌 他这条推文给准备应付大反攻的俄军 再度施加心理压力 也让外界猜测 他是否预告战事将要终结了 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一间派出所爆炸事件 没有引发民间的同情 反而被嘲讽 中共河北省公安厅一官员在微博发文怒批网民 还表示血已经崩了 事发派出所紧挨着真政府 从照片和视频来看 现场浓烟蔽日 地面几乎成了废墟 官方通报说 事发于5月26号的下午4点多 4人罹难 5人受伤 2人失联 有传言说 这个派出所有一个房间专门放没收来的烟花 警察靠倒卖烟花挣外快 不过官方通报说 派出所警察是在对涉嫌非法买卖的烟花爆竹 进行取样鉴定时出事的 网民嘲讽说 这是取了多少样啊 把人家搬来了吧 这也不是鉴定啊 鉴定用得着这么多样本吗 明显是共品 取样怎么取到派出所里去了 应该是把别人的货全都拉到派出所了吧 然后保存不当爆炸了吧 为什么要把别人的货全都拉到派出所呢 这是取样吗 希望官方报道说清楚 不同情 懂的都懂 见到网民一边倒的嘲讽派出所 微博认证为河北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的大V 永华的小菜园发文说 当事情发生 而你却在网上冷嘲热讽的时候 雪已经崩了 不过网民还是不买账 留言反击说 应该优先考虑 雪为什么会崩 自己公信力下降 自己不反思 还反过来怪人民群众 一个只对上负责 而不对下负责的体制 人人得而喷之 有人质问永华的小菜园说 请解释一下雪为什么会崩了 咱底层人民不明白呀 另一位网民回答 因为唐山市烧烤店呢 也有网民反驳说 大家留言 无非是想知道 大城县派出所出事的真相 到底事故是怎么引发的 有网民介绍自己是当地人 并且透露事故的起因 是一个卖鞭炮的商贩 多次被派出所罚款 走投无路 用鞭炮接上了炸药包 走进了派出所点火 不过这个消息 还没有办法获得证实 马来西亚海市当局5月19号宣布 在中国一艘散装货船上 发现了二战时期的炮弹片 这艘船因为在马来西亚海域 非法下谋而被扣留 据路透社的报道 这艘船在中国的福州注册 再有32名船员 在28号的例行检查当中 船主被发现没有下谋的许可 进一步检查发现 船上有废金属和炮弹片 马来西亚海市执法局认为 这些炮弹片可能来自威尔斯亲王号 将与马来西亚国家文物遗产局等机构 一同进行确认 本月上早有报道称 马来西亚沿海的两艘英国二战沉船 成为了非法打捞者的目标 这两艘船是威尔斯亲王号战舰 与反击号战斗巡洋舰 是在日本1941年袭击珍珠港的三天之后 被日本鱼雷击沉 目前已经或正式列名为战争公募 英国港桥协会和阳村2.0团队等 在英国的港人团体 原定于5月29日在英格兰南部 桥福尽信会堂举行阳村保卫战 公益教育日营活动 但场地提供方突然取消租约 导致活动被迫取消 港人担忧中共影响力已经蔓延到英国 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 活动主办方表示 桥福尽信会堂先以新入职员工 不知道活动日是公共假期 教会不开放为由提出取消 经主办方追问及提出更改日期之后 教会才承认取消租约和活动性质有关 教会在信件中称 他们刚开始没有意识到 活动和阳村日营有关 基于教会团体 由不同国籍人士组成 并了解到阳村汇本的潜在问题 忧虑对团体带来影响 决定取消 英国港桥协会创办人郑文杰认为 英国本地机构对港人活动有误解 担心会引起争议 因此以政治中立为党键牌 但是这种回避的态度 容易被中共大外宣或亲中共人士 利用来攻击港人 或者是煽动对立 郑重极权专制政权的下怀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今天看到一个视频 一辆救护车混在车群当中 打着急救鸣笛和闪灯 停在十字路口一动不动 要问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得让领导先走啊 随后政府的车队从前面横穿而过 于是有网友贴出 日本天皇夫妇给救护车让道的旧文 说这就是某些人嘴里说的鬼子的国度 一千年前宋太祖赵匡印认为 是民养了官 是官吃了民的饭 那个时代 每个衙门的门口都立着一块石碑 上书十六个大字 耳奉耳露 民旨民高 下民意虐 上天难期 一千年之后 竟然有人厚着眼皮说 是我们养活了十几亿人 解决了他们的吃饭穿衣问题 能说出这种言论的人 得有多么的无耻啊 日本人学习中国 唐不娶太监 宋不娶蝉足 名不娶八股 亲不娶鸦片 中国人学习西方 不娶民主 不娶宪政 不娶议会 不娶司法独立 专学马列 最终谁优谁列 已经是一目了然 对于今天的话题 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留言区说一说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担心错过精彩内容 那么您可以在留言区 写下您的电子邮箱 我们会第一时间 把节目更新传送给您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